大家好,又在车里面,给大家扯不扯吧 还是扯这个秦冈的事情,秦冈挂了 这个消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没挂的话 这个时候他还是个中央委员呢 肯定要出来拿个人民日报读一读 念念习主席的语录,表面自己还活着 是不是,因为秦冈的问题是特别的搞笑的问题 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记录 开创了习近平社会主义法治水平的最高记录 因为秦冈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央委员 秦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他一个纪律 或者是法律的处分 他没有开除党籍,没有撤销中央委员 也没有说他有腐败 没有任何罪名,也没有任何错误 只是全国人大决定免去他的国务委员的职务 习主席决定免去他的外交部部长的职务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党内的一个忠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 所以他的情况是开创了土工中国 习近平中国特色特别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特别是法治的新纪录 所以他的死就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的内斗已经进入了 不需要旅游就可以把你搞死的这么一个新阶段 我之前就说过的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些所谓的高层人物的突然就死掉 比如李克强 这是一个共产党历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事情 一个前总理 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 没给一个说法 也没有事件报告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此前从来没有说他有心脏病 突然就死了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可能 但是那共产党他就是这么不要脸 他不跟你说 所以我们说 当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务院的总理 当一个国家的国务委员都这么不明不白的 就这么消失的时候 每个人都不得好死的啊 所以我们要救助这些个事情要多说几次 而且这个细胞子二十大不退休 当时我就连续都喊破嗓子了 我都说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常识 只要细胞子不退休 你就且等着 每个人都不得好死 不管你是胡锦涛还是曾庆红 不管你是温家宝还是朱镕基 不管你是姓苏啊还是姓王啊还是姓菊啊 不管你是姑娘啊还是男人啊 你都是不得好死 这个独裁者上台 他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 他会把所有人都搞死 最后就留他一个人 我跟你说啊 话说的到什么程度 就连这个彭丽媛都不得好死 就连习近平的闺女儿啊 西敏泽都不得好死 你就且等着 这种事不能搞的 真的不能搞的 所以共产党这么多年就就形成了唯一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制度 就是领导人到点就退休 不管你是谁 如果这个东西被打破了 共产党什么都被谈 什么政治 什么经济 什么文化 所以我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二十大习近平不退休 这个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以后 还有那么多人不愿意离开中国 那真是人哪 人真是就是 我一直以来我就这么认为的 一个人之所以命运悲惨 一个人之所以这个生不如死 他不是他的什么抉择的错误 不是什么方法论的错 而是蠢死的 人都是蠢死的 我也一直在讲这个观点 就是你内心身处的观念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你首先第一 你要知道 土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 就这么一个制度层面的 这么一个成就 那很多中国人都说 中国这个国家就是制度不强 如果制度好 中国国家就挺好 是不是 我们刚开始当公职的时候 就是什么事都扯制度 慢慢慢慢 后来我有了信仰 我读圣经 我读了了解西方思想 是以后 我们就发现制度只是一个结果 是不是 你谈制度没用 就即便是这样 那些还在中国这个国家 留着继续吃喝嫖土的那些个 各路英雄好汉 还不走 还在陪习近平玩 你够你难看的 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跟你说 你比秦刚还要惨 真的 这是我们反反复复要说的一个话题 有机会一定要走人 哪怕就死在外面 哪怕就去葬身大海 也得跑路 这是必须要反复说的一个话题 我是跟有些个人 反复的去喊这些个话题 希望有人听懂 是不是 一出去海阔天空 我今天看到一个傻叉 在外面女游四年 这会还要回中国 一回去第一件事情 就把他的护照给收了 是一个女游博主 在海外拿着中国护照 晃了四年 也是一人物 你晃了四年 你是好山好水 好傻逼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你四年 你难道你没有想过 怎么黑在自由世界吗 多少人走现去美国 多少有人走现去欧洲 多少人 黑在别的异国他乡 是不是 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这就是好山好水 好傻叉 真的 人都是蠢死的 还在那里抱怨 还在那里委屈 说为什么收我的户照 不收你收谁呀 因为你这么蠢 中国特色特别说的 社会主义 需要一批宠货来建设 哎呀 你说这些话 我话就特别多 特别多 但是秦刚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说起呢 因为他太惨了 真的是 首先第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说这哥们是把他关到一个什么酒店里面 就一个什么叫什么西南什么什么什么酒店呢 那个地方我后来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我以前的几个体制内的朋友 他们被双规以后都是关在那个酒店的 那是个中纪委公安部 他们联合开辟的一个专门这个双规各路这个高官的一个酒店 进去了以后九死一生 我跟你说 一个很小的房间 暗午天日 是吧 然后24小时提审 如果你稍微不配合就一通暴打 是不是 有的人就直接就打死了 有的人的身体好的呢 就就就就就就勉强能熬出来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你进去以后 你不要幻想 你是一什么人物 你问家把我进去 你也要被打死 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人物 你还拍桌子 啊我要见习主席 啊我要见谁谁谁 你习主席是你能见的吗 你进去以后你就是一囚徒 你就是囚犯 想打你就打你 想骂你就骂你 你一点都没商量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那些个 我以前在北京听他们说的 关键是那些个办案子的人呢 像王小红他们这些人呢 他们内心甚至都是一个报复性的人格 他妈的你 我现在好不容易逮住一大官 习主席都去吩咐我了 你给我往死里打 把情报给我弄出来 所以他们是一种报复性的人格 他打一个普通老百姓 其实没什么快感的 是不是 就像中国的那些个官员 他为什么要抛那些明星呢 抛那些个 其实明星都长得不咋地 是不是 因为他有一种 因为有名嘛 是不是 完了以后他觉得我搞定了一个明星嘛 你说当年的薄熙来 说要睡张子怡 是吧 张子怡你说要胸没胸 要屁股没屁股 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搞的 你让我搞我也不愿意搞 但是有名呢 就征服一种名女人 她有一种快感 所以打人也是这样的 你打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把街上的流浪汗 你堆到这个审讯室 你把他打一通 有什么意思呢 你欺负这么一个不明 一文不明的人 没点快感 但是你让我揍一下秦刚 扇抬耳光 你的脸不是英俊吗 你不是跟那个傅小田 那大美女跟你采花吗 是不是 不行我都先抽你 我把他脸跟你打变形了 我把你吊吊跟你割了 他想怎么干你怎么干 有一种巨大的快感 说当时就把秦刚打得差不多没气了 赶紧就把他送到三年医院 其实在医院里早就打死了 然后他们今天说这个李克强进去以后 也是被伤耳光 是吧 李克强都懵了 都说我是一总理你伤耳光 是不是 然后呢 你感觉自己是一人物 是不是 你说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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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刚也是拿着一个宪法在那里 抖避避避避避避 宪法是保护你的吗 是不是开玩笑 可脑可怕了啊 但是现在酒店就被打得差不多了 完了以后送到医院没抢就过来 没抢就过来 报报报报到习主席 现在习主席也是 这个是国家尊严嘛 你记住一句话啊 李克强死了以后 这个李克强老婆去找习主席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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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习主席说了一句话 国家尊严 为了国家什么人都得死 国家是谁的 国家是习近平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你啊 你就且等着 秦刚的事情就是习近平的事情 有一天习近平也会这么死去的 你我就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 一旦中共的干部退休的制度 在习近平这里被打破了 所有人都不得好死 什么王小红啊 什么栗战书啊 什么王沪林啊 哎呦就这些个太监啊 什么李强啊 什么蔡奇啊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 你不要 以为啊 那那谁来收拾习近平呢 这不是你我讨论的范围 他总归出一个人 是不是你能想想 胡锦涛会被习近平当中夹走吗 十年前 当胡锦涛一口气 把所有的职务都卸给这个习近平的时候 当习近平说说锦涛同志啊 是高风凉劫 为了我们党的事业 真的是高风凉劫 那个时候你能想象 胡锦涛会被习近平当中夹走吗 是不是别 也不说胡锦涛 你们一年之前你能想象 堂堂的一个国家的总理 你想说走就走了吧 你能想象这个年轻有为帅带了 酷毙了的这个谁 这个那个谁 这个秦刚会突然死于非命吗 突然传出死讯吗 有些人在那里里中刻 你有什么资格里中刻 共产党的邪恶超乎你的想象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不敢干的 好吧 反正我是天天也说这些话 我的频道看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也还可以了 我是经常会说到有人给我下邮件说 啊 苏老师我谢谢你 我从你这里 我真的是读懂了中国 完了以后我终于离开中国了 我要买你的书 我要感谢你 是不是 我们一家人都感谢你 真的 什么叫救人一命呢 这才叫救人一命 什么叫做一任得救 全家蒙福啊 你一个人你出去了 你的整个家族都因为你的出去而改变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已经在这个时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当秦刚都这么传出死讯的时候 你以为你是谁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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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